哈囉 大家好 那這次GNN只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戰力級 第二個是競技場 那第三個就是最勁爆的話題 就是關於合作也是大家最有興趣 最想知道的 這邊關於一些私人的因素 我不方便講太多 所以我簡單提及兩個我個人的看法 我就講兩個就好了 好 那第一個是說 順跟依輝的隊長技能 他說到 聖鬥士之星 隊伍中只有人類的時候 隊伍中 然後啪啪啪啪啪 後面還有一串能力 我那些就不講了啦 到時候大家可以再去爬文一下 對 但主要是他說如果隊伍中只有人類 那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對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其實可能這次合作相關聖鬥士 應該又是要以人類為主 對 不然的話他跟這個隊長技師會自相矛盾的 所以變成說可能就是要以人類為主 然後我順跟依輝才可以搭其他的生鬥士 當然我也不敢說太史說一定全部都是人類啦 但應該是要以人類為主 這是我第一個想 就是看完資訊我所 最直觀的感受是這樣子 好 那第二個 就是關於能力的部分 因為其實部分相關的能力 官方已經有開始在釋出跟公佈 對阿有時候其實卡片在出來的時候 嗯 一定會有很多達人或資深玩家 針對這一次的技能去做 實不實用的探討跟分析 對 但我覺得有時候其實還是要真的 以實際出來為主 因為他有說到一個東西 恩 因為我不知道 我不敢把話講太滿啦 因為他說到一個是 他需要有相關的武裝龍客才能變身嘛 所以我這邊我也很好奇 他的武裝龍客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能力 對 因為除了通用的武裝龍客之外 其實專屬的武裝龍客幾乎都會有 還會有一些額外的效果 對 所以這個是官方目前還沒有講的 我也希望說大家就保持一個就是 期待的心情 然後再去多加關注官方的即時資訊 對阿也不要太去強加說 欸現在第一個看到技能 就直接一桿子打到底 就說這張卡 阿覺得很夠爛 阿GEO 然後就怎樣之類的 對阿我這邊我想說的是 如果有這個專屬的武裝龍客 我個人是滿期待 因為武裝龍客剛好講到 如果是專屬的武裝龍客 應該都會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啦 對阿這邊大家再期待一下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要講到我們第一個 就是我們戰力級 那戰力級就是我們的 孫二娘 對那孫二娘的話 他兩回合自身攻擊力4倍追打火 阿擊斃敵人CD會減1 所以其實這邊兩回合過去之後 如果你兩回合又有再殺到敵人 所以會減少4CD 對所以等於說他CD會剩2 他CD變成算是滿短的一個爆發 而且界王權是8倍 4倍加追打一次嘛 這樣是8倍沒有問題吧 對可是要說的是他是妖精 所以妖精的本身攻擊力都不算高 所以8倍看起來是很高 但實際上他真正的傷害 大概等於一般卡片的5倍到6倍那樣子而已 對這邊我還是要跟大家講清楚嘛 對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孫二娘的技能 是戰力級的卡片 好那再來是我們經濟場的全新角色丹尼斯 那這張卡片的話我們經濟場你打到等級10 之後開始就會有接位 對阿里到達中衛的獎勵是我們這張丹尼斯 阿他的能力是引爆水 引爆水浮石掉落水以外的強化浮石 對這個時期出這張卡片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艾莉亞 對阿第二個想到的是美姊 阿第三個想到的才是小姊 對因為先說一下如果 可是他是在艾莉亞裡面的話 他把水珠炸掉有點等末導致 因為艾莉亞的水珠的量算是蠻多的 你炸掉之外他算是傷害會扣蠻多啦 就是你的傷害珠水珠就都沒了 而且他掉落又不會掉落水珠 可是如果要反向來說他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艾莉亞的水珠偏多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關卡是 你一進場他又會把你隨機一種屬性轉成水珠 哇你場上的水珠會非常多 阿又進消水的話 艾莉亞是會頭很痛阿 對因為你combo不高 阿白面可能一個緊張轉不好 是有一定的危險 對所以這張卡片如果真的要 說他的功能跟價值 我覺得他在這邊的話 他的價值就會非常的高 對阿至於他首批掉落15粒 為人族符石 目前我是覺得 又不是說固定全部都有水掉落 會再加一combo 所以這個就 就不多做討論 然後第三個 你要消除3粒人族才會追打 所以你要追打10次是30粒人族符石 這邊算是有一點困難 除非我是艾莉亞 阿答爱因斯坦 我必定再掉落一排水 然後配了他第二個 然後來導致我這一回合 可以消到30顆人族符石 不過其實有點困難才能打到10下拉 齁 然後艾莉雅本身水珠如果這樣炸掉對她來講 不是好事 阿第二個艾莉雅的追打在死倍裡面 她的增傷又會變低 阿那第二個說的是小美 那小美的話我覺得 因為小美本身界王拳啦 所以她的追打真的被稀釋太多了 對阿引爆水這算還不錯啦 那除此之外我覺得就普通 然後至於小潔的話 小潔是不錯 是因為水珠這好像幫得到 但是小潔沒有人竹竹子 對所以感覺好像 也沒有意義 對所以這張卡片就先 到這邊阿大家知道因為至少這張卡片 我覺得她的卡片做得非常的棒 嘿嘿 適合喜歡的那種類型 好那就影片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好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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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